我請教韋航 昨天晚上郭柯 這一個海事三盟夜看流星雨 會有哪一些政治效應 好的 我必須要再次強調 就是金門的執政黨 是民眾黨喔 金門現場是民眾黨的 核先敘明 那是民眾黨的地盤 所以昨天的場 我們先回到昨天 白天的時候那個場子 實際上都鋪給柯文哲了 所以才會有跟他說的 郭台銘緊急殺去 緊急殺去就是沒有票 我也要去 用自己飛機殺去 也就是說人家的主場 郭台銘一個客隊 直接殺去主場 要注意 昨天白天 其實民眾黨內部 就已經有雜音了 那柯文哲的場子怎麼弄得 好像就是郭台銘反而是主Key 也就是說應該一開始讓柯文哲 比較凸顯出來 但是郭台銘進來之後 大家一看 哇 郭柯和 好 後來又跟了一個 郭賴和 那柯文哲哪去了 當時民眾黨都覺得說 你怎麼會搞成這樣 不料到了晚上 晚上當然其實媒體已經有在傳 郭柯必有一會 那當時我們還以為是柯那邊放出來的 後來證明不是 是郭那邊放出來 郭柯必有一會 媒體帶的都殺去 連手燈都拿出來 所以後來民眾黨還在台灣的這一票 我都看到他們有點慌亂 這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場子 怎麼會有這樣的畫面 為什麼沒有準備啊 一下就被人家騎到頭上來了 他們今天放話說他們被硬上 對 被硬上 就是你又來者是客 你是主嘛 你在民宿裡睡了 人家突然來拜訪你 你也只能匆忙出來 你好我好大家好 有什麼話好好說 要見面見面散步就散步 看星星看太陽 看廈門看什麼都好 反正我們就是做一些場景給媒體拍 柯文哲完全被動 完全沒有料想到 郭台銘會有這麼多細膩的操作 握手啦 然後又是在海邊 還一兩個人一起背對所有的媒體記者 讓大家去拍背影好像在講什麼悄悄話 留下無限的餘韻 那當然啦 昨天都有傳出郭台銘一坐下來說 強調喝多了 今天又強調 今天傳出來說喝了16杯啦 所以海事三盟 昨天海事三盟 昨天一千首的時候海事三盟啦 到了今天起來就說 昨天講什麼忘記了 就是 昨天晚上就高粱喝多了 昨天這一攤就是代言金門高粱 金門高粱會把一切的 不可能變成可能 對 隨著潮水衝來又衝走了這樣子 好 那當然 郭台銘亂這一輪 雙方各有所得也若有所失啊 民眾黨這邊會覺得說 那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被你騎在頭上之後 現在是你要當王還是我要當王 你如果要合的話 誰才是主體 對 民眾黨會想要知道這件事情嗎 可是 郭台銘直接退場 他說昨天講的忘了 只留下合照 只留下男人的背影 多元成家 只留下背影這件事情 真的對民眾黨是太傷了 還有跟商法 多元成家 都是誰之中 那現在就是要拉回來 要看看郭台銘這一邊 郭台銘這一邊後續又會玩什麼東西 因為你就是已經跟他有一個配合了嘛 那後續就是感覺起來 球就已經變到郭台銘這邊 郭台銘就是一個真正的共主 我有說我要支持侯友宜 我沒有說我不支持 我有說我要支持侯友宜 我又跟柯文哲很好 他還跟國民黨 搞不好跟國民黨 你看我還可以玩柯文哲 你們能夠玩柯文哲嗎 真的 我覺得他昨天這個既玩柯文哲 又玩侯友宜 還玩朱立倫 他昨天晚上是玩得很high 對玩得很開心 今天可能還在金門繼續high 因為颱風可能一時不太方便回來 很好讓他們在金門 困個七天七夜 看他會不會生酥脚 對中華民國的政局 有什麼樣的改變 但是玩這一round下來 其實大家必須要非常認真的思考 就是這樣操作下來 第一個 完全被拋棄在台灣侯友宜 我們昨天就已經思考過 他被拋棄的問題 嗯 經過昨天晚上的這一出 其實他們心中是又洗又悲 什麼叫又洗呢 洗的部分是如果是侯友宜在現場 那一定會被玩到在地上打滾 就是絕對玩不過 依照侯友宜現在的選戰能量來講 背的是什麼 還真的沒有侯友宜 見縫插針的空間 所以這回到剛才講的 邱毅講的部分 我們來看他最後面怎麼帶 他說一開始邱毅談的是說 一開始啊 郭柯瀨奇聚基本獨缺了侯友宜 柯文哲有一起抬轎 食指緊扣 這個晚上海邊散佈密談啊 還海事三盟啊 然後他還穿上 柯文才穿藍白河 好 那第二個趴是講賴清德 郭台銘好像壓制住賴清德了 送給他那個金門和平宣言 讓他稍微賴清德有點尷尬 有點緊張 好 那重點是侯友宜 他真的沒有插到針 所以之後去的時候 所有話題都過啦 難道他也要去小金門 去同樣的涼亭 去同樣地方再看一隻海嗎 那真的是非常的淒涼 所以現在問題是 國民黨做了一個更淒涼的事 找立委跟侯友宜吃飯 你要假動 假動 假動找立委吃飯 吃飯要假動 所以陳奕貞就特別 還要從金門被動回來 因為吃飯是假動 這個真的是 國民黨現在到底有多散 就是到底是散到什麼程度的政黨 連吃飯都要假動 這個就是無奈中的無奈 這個也跟立委黨團的約束力有關 就是大家已經是 以期說是不賣面子 不如說是一盤散沙 有點軍心潰散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那當然隨著外面民調不好 裡面的團結態勢又做不出來 議題你又追不上別人 人家在河的時候 你不知道在幹嘛 你真的是別人在海邊看海 你在家裡玩沙 好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會不會出現大家所設定的 河必須下來 當然邱毅所說的 河下鍋上的機率 仍然高於河下朱上 因為現在大家會指責 朱立倫你把河有儀提出來 已經兩週了 我們仔細掐指一算兩週了 請問這兩週到底做什麼 沒有啊 你什麼都沒有做 只傳出什麼黨中央跟河有儀協調 非常的不鬆快 只有這種消息而已 沒有任何具體的進展 黨中央毫無貢獻 好那像比如說輝文啊 陳輝文啊 他也開始見縫插針 陳輝文是韓粉代表 他就拉著張亞中所拋出來的議題 就是六月底時民調未見起色 那應該調整 就是要換 那他做出來 因為輝文哥的他這一台 都基本上都是韓粉 對 那他看到來就說 而且他挺侯友誼喔 就是該換就換 56% 當然啦 就是有33%認為不該換 但是很顯然認為該換了 比例還是比較高 也就是說 輝文哥這邊其實不是非常 國民黨的傳統始終派 他們是屬於比較激進的 比較或是有人要講比較深男的 比較有強烈反律性格的那一種 他們所呈現出來就是你這家不能打 啊你就下來就不要鬧 所以就慢慢會對應到說 我們前面幾天講的 像黃修啊或是 那個朱凱翔他們拋出來的議題就是說 啊如果你就是要求要下架民進黨 啊你現在已經變成下架民進黨的阻礙了 你變成脫油瓶嘛 你沒辦法去反應 像變成郭柯下架國民黨啊 啊對這個就是 而且郭柯是多元成家下架國民黨啊 對啊柯立也不是國民黨的啊 郭現在也沒有國民黨的黨政啊 也不算國民黨他們家的啊 他們兩個多元成家啊 台灣真的走到一個世界潮流的超級進步派 政治上也多元成家啊 他們成家之後就下架那一個老K黨啊 而且KK被形容成百年渣黨 百年爛黨下架也是剛好而已啊 現在就是非綠聯盟這個概念 已經有白已經有郭的老虎軍團 那請問國民黨呢 你在外面還是裡面 下架 下架 要嘛你國民黨被吸收 要嘛你國民黨就要做出一些具體的動作 比如說把這個郭拉回來啊 去跟這個柯文哲談啊 可是都沒有啊 到目前至少電話應該還是不同啊 郭台銘一開始說 電話不同打了五通不通 我直接人殺去 欸啊國民黨為什麼不做 你人也可以殺去啊 侯偶瑜你直接殺去嘛 承蒙力學嘛 你端幾顆檳榔 站在郭台銘的家門口嘛 有什麼不對的我跟你道歉嘛 你這個態勢做出來 人家人不見你嗎 但是問題就在於 實質上百姓不只是看這些啊 小律元教授啊 他有一篇最新的文章啊 他原文是日文的啦 我來簡單說明一下 他分析的其實是美麗島的那一份 再搭一下一定對的 他說美麗島的那一份呢 賴清德35.8% 那民眾黨柯文哲25.9% 好 他的重點有三個 第一個 賴清德的支持率穩穩在30%以上 而且是30%的半 那柯文哲首次的把侯友宜拉下來 上到第二名 第三名呢是侯友宜呢 這個20% 也守不住了 破底了 好 他說這第二點第三點加起來就說 難道侯友宜並沒有辦法帶來 侯友宜的震撼嗎 當然啦 或者是侯友宜震撼反過來講 是震撼到國民黨自己 侯友宜有可能帶來超級空頭震撼 我昨天已經直接跟侯粉沈富雄 繼續在對嗆了嘛 反正已經嗆三個月 侯友宜帶來的政治效應 可能是反方向的空頭大震撼 對 所以當然他還有再去拉力核爆 ET today去說 其實侯友宜也許還是可以在第二位啦 上下有點交鋒 但是賴清德還是穩穩在三層中 中間的這個態勢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這個問題 那他的解釋是說 他這邊有一個注意相場 就是所謂慶祝行情 為什麼沒有慶祝行情呢 好他接下來就講說 郭台銘的支持者 郭台銘支持者可能跑到柯文成那邊去 或是我接下來就被隱藏起來 我就消失了 侯友宜是不是就被說掉了 因為那之前兩強相編的時候 可能大家還覺得說都國民黨了嘛 所以我支持郭台銘 好啦也會支持侯友宜啦 因為郭台銘也說他輸給侯友宜 會支持侯友宜嘛 可是現在的狀況不一樣了 郭台銘可以隨時跑去跟柯文成看台 而且到底講了什麼我不知道 今天說 什麼叫支持 他就實質緊扣柯文成啊 對 你侯友宜就是連合照都沒有 因為昨天我們在現場 也有一些朋友在地的政治人物 可以批圖上去啦 就是說侯友宜的小編 可以把他們中間的縫隙 批個侯友宜的頭上去 那會有色差啊 背後牆地會扭曲 就像之前郭台銘要韓國瑜的那個地板 人家說那個地板看起來怪怪的 也是批圖 重點在於就是郭台銘現在有主動權 主動發球權 他今天說一覺起來忘了到底講什麼 難保明天會不會一覺醒來 我突然想起前天晚上講了什麼 所以球現在握在他的手中 國民黨到底要怎麼把球搶回來 我覺得不管是對朱立倫或對侯儀來說 都是最困難的考驗 你看他把球搶回來 但我就是會不會再看看